很多鄉親到廟裡拜拜 都會點一堆辣植 說這樣可以就更爭執 也不過之前 法國芭蕾的聖母園發生大會 加上現在的很重視寬佈 所以台北的兩三四選佈 後五月開始 金字書用辣植台 也不會再買這個辣植囉 這一群一群 紅色的辣植 單位是五十塊 四對二十塊 給鄉客自由五月 台北兩三四這個圍蔭 馬上就要走進歷宿 廟宏剛出一張故事 想說考慮到這麼大發生的芭蕾 省母園大會 加上寬佈意識 有幾個五月開始 還要再使用辣植台 民眾不一樣的看法 當然是可惜 完事 那我只是光明燈嘛 真的很贊成這個龍山市這個做法 只要一支箱比以前好多的環境 兩三四享宴寬佈兩千年 天生金爪 旅公園五年把金爪對我們本的七座 減少到三座 旅公一七年就保留一座 關營佛祖樓 這信徒參拜只要拿一張照片 這輩如果是不買辣植 也禁止民眾自己帶 是不是有替代方案 當地理長政委 電子辣植也不錯 無論該做什麼方式 五月開始到龍山市 就這檔夜鄉拜拜 點六節就變成會夜了 關營佛祖樓 這地決定很多的 那個人 證明 要